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PH5.5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不管是保养品或者是洗面乳 现在都特别注重PH5.5 就连我本人在推荐某一些产品时 就比如说化妆水 我也会特别强调那一个产品是PH5.5 不会刺激肌肤 PH5.5的产品不是不好 而是当你用这种 Acids 像我这里有 H.A.B.H.A. Mandelin Acid Vitamin C 用这种酸类产品时 PH5.5将会抵消 那叫抵消吗? 就是去掉它们的功效 这一罐H.A.A.果酸精华液 它是偏碱性的 当你用了PH5.5的化妆水后 这一罐是我介绍过的 Purito Centella Green Level Calming Toner 想更了解它可以按照影片 它的PH这里有写明是5.5 下面这 用了它后再用这个 就会去掉它去角质的效果 或者用了它后再用这个 Purito的Vitamin C Serum 或者是Clash那一罐白色的 Freshly Juice Vitamin Drop 用这两个Vitamin维生素C的产品时 它们的美白或抗氧化效果 就会被抵消掉 因为Vitamin C能发挥到最强效果的PH 只在于3.5以下 这也是为什么 当你们用Vitamin C产品时 脸可能会有一些 Tingling feelings 麻麻被刺 有刺痛感的感觉 用H.A.A.Mandelin Acid也会 那是因为当我们洗完脸后 如果平时只是用单纯的保湿产品 没有活性物质 或者是成分里面没有任何酸类 用了之后肌肤有刺痛感 那就代表产品不适合肌肤 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 只有用活性物质的产品 或者是酸类的产品 会有刺痛感 是正常的事 因为我担心我没重复 你们听了就会忘 或者会觉得我上个星期买了一个新的乳液 擦在脸上会有刺痛感 那是正常的 不对 如果是保湿的产品 它不应该有刺痛感 那就代表产品不适合肌肤 而且它正在刺激肌肤 请别用 继续用会有过敏的问题 那我现在会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怎么用酸类 又同时用这一罐化妆水 目前有三罐很爱的化妆水 就是这三罐 COSRX Clairs 还有Purito的这一罐 平时如果我要用这两罐酸类 BHA和AHA 我就一定会用这一个化妆水 AHA BHA Clarifying Treatment Toner 因为它的pH值不是5.5 它是偏酸性的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让肌肤准备在 接受酸性的那一个情况下 可以把它想象成那样 虽然我那一个描述有点烂 但我中文词汇有限 我想表达的是 这一个非常适合跟这两罐搭 如果你不想象我 买这么多罐化妆水 要用到合年合月才会用完 家里只有这一罐 PH5.5的化妆水 但我又想用酸类 或者是我想用Vitamin C 我想要美白 就拿这一个来说好了 洗完脸后 直接压在脸上 过了30分钟或一个小时后 我就会上化妆水 这一罐或者是这一罐 然后再上乳衣 就这样完毕 我脸上完全保养 绝对不会超过5种保养品 如果不包括唇膜和眼酸 脸部肌肤这里 绝对不会超过三种保养品 三种已经是极限了 我的肌肤是属于比较容易过敏的油性痘痘肌 一旦我用错 或者是用太多有的没的的保养品 那只会恶化肌肤的痘痘问题 对肌肤有害无益 另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 像我手上有这么多酸类嘛 我绝对不会混在一起用 除非你知道每个酸类它们的PH值 如果不知道请别乱用 因为PH值一旦有变动 不只会影响产品的功效 还会影响肌肤 酸类 我不建议刚接触酸类的人每天用 一个礼拜大概用个两三次就够了 其他天就用回平常保熟 或者是正定的保养程序 而且刚开始用 情线虫浓度低 适应了三个月以上后 别适应了一个星期就说 我今天用2%的 我下个礼拜就能用5%的 不行 必须让肌肤适应三个月后才能提高%数 那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提高%数 要以自己的肌肤为主 像AHA这个 果酸 它里面只有7% 我用了一年 我都没想过要提高%数 因为我觉得 再提高的话 我肌肤可能会承受不了 所以请认识自己的肌肤 再决定要不要提高%数 那今天的影片在此结束 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别忘记订阅我频道 还有按下订阅按钮 旁边那一个小铃铛 否则你们不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雷恩 祝你们有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按下们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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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